第七节连败流 前期部分 2-3升4人扣 2-7升7人扣 能吃利息的话依然要吃利息 这一点很重要 在前期你就可以把绿叉冰权 这些装备直接合出来 然后是中期部分 3-2升6人扣 只要有适合的装备 那就可以直接合 接下来是重点 卡着50块钱的经济 用利息来收牌体质量 这一点也是连败流的一个核心部分 后期 4-1升7 5-1升8 经济足够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升9 这一点在之前都有详细的一个思路介绍 然后来看一下优势 第一点 前期卖血的话 你能够优先拿到一个装备 第二点 这种打法呢 属于一种比较进阶流的一个打法 只适用于前期你的牌很差的情况下 不然的话 能打连胜还是打连胜 第三点 你的经济会起来的非常快 因为你前期都不升冷口 只用来存钱 那么你的经济很快就会来到50块钱的这么一个节点 那你就有了一个翻盘的一个基础 这游戏的经济是贯穿一整局的 第四点 六人口的话卡经济收 你会很容易收到那些关键牌 三费的四费的都是有一定的几率的 第五点 一费二费牌来的会比较多 因为你前期不升冷口 这些基础牌就会 刷新的几率就会很大 你是有机会去追这些三星的 而且花的经济也不会很多 那么再来看一下劣势点 第一点 血量低 后期没有轮错率 第二点 运气差的情况下 你会被发牌员制裁 直接第七第八就出门了 第三 成型后 你有可能会遇到比较克制你的阵容 那样的话 你有可能会被一波带走 因为你没有轮错率 第四点 前期不升冷口的话 你是嫖不到那些高费牌的 四费牌基本上 与你这套打法是无缘的前期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连败流的一个案例 连败流开局呢 依然是以眼泪锁指甲 公诉场子 这四件为一个开局 然后可以看到这一中间是绿色的 这一把依然是一个海洋的一个属性 那么既然是海洋的属性 依然是往那种吃技能的阵容上去走 影或者海洋六法 那这一把呢 就是一个海洋六法的一个案例 这边可以看一下 前三波也够 依然是你能留什么牌 就留什么牌 最好是全部都留 正常情况下 是可以卖这种欧配牌 但是因为这个垂直是海洋的属性 所以说就没有想着把这个垂直卖掉 你如果是一张两星的其他什么牌 是可以卖比如挖掘机 蝎子这些 跟这个海洋体系 或者影这个体系没有关系的话 是可以卖掉这些牌的 依然是前击强力的一个打工仔 好可以看到前期 这些报的装备呢 是没有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合成路线 所以说前期如果合不了的话 然后牌你看也不是很好 那么就可以走一个连败流的打法 只有一个二型脚跃 但是二型脚跃的话 目前为止这个占率上是不够的 遇到那种四轮口的话 基本上是打不够的 正常情况下的话 大家可以 就是二干一到选秀那一波 都可以是不用着急去升级一个人口 你可以等选秀 第一波选秀完之后 你再决定是打连胜还是连败 那样子的话会比较适合一点 一样是能吃利息就吃利息 这里留大叔是为了作为一个前排 不然的话没有前排 就前击的话就比较弱一点 整体阵容上 可以看到前击都是一个连败的 这么拿狗头是为了和垂直凑一个两个守护神 就尽量靠这些白嫖的牌来搭配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矮子里面挑高个的 大概连败流就是这么一个玩法 在前中期 这个奇亚纳因为元素地形的原因 所以它也是一个海洋的 属性是可以留下的 这一波因为脚跃这个英雄太强了 所以这波打赢了 可以看到连败的打法 但是这个血量依然是比较高的 因为由于前三波的原因 这边是我还没确定 是要走一个连败流的打法 这波全球又先拿攻速 因为有个锁子甲可以合格滤叉 而走连败流就是 这波没有嫖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牌 所以说从这里开始 才决定走一个连败流 前三波的话 可以不着急决定是连胜还是连败 可以等这波选秀完之后 根据来的牌 你再决定你升不升五人口 如果你升五人口 那么你就是一个连胜流的打法 不升五人口的话 你就是一个连败流的打法 这波可以抽一个三次可 这样子就比较强 然后该吃的利息还是要吃 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带了绿叉的锤子 强度是很高的 虽然是连败流 但是还是在养经济人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这一把就是来的牌就是比较偏海洋法的一个牌 所以说这把基本上就是确定的一个海洋法的一个阵容体系 还是以产生的两星怪来搭配 因为吸血鬼的话是两星 如果给它绿叉的话 那么给它三法是属于是比较好的 而不是上这个三次可 因为核心还是这个细血鬼 而不是这个脚跃 这波如果打赢的话 是可以卖掉这个奇亚纳的 就算输了的话 也可以卖掉这个腰肌或者这个解拉 可以看到 虽然是连败流 我没胜能口 但是这个绿叉在前击是非常非常强的 你前击只要有一个绿叉或者兵权 那么你的战斗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如果有两戒的话 那你基本上是一个无敌的这么一个质量 然后正常情况你打连败的话 在这个时候你是应该要升一个人口 但是我有一个绿叉 然后两星的吸血鬼 配一个法师加一个两星的一个脚跃 所以说这个质量是足够的 所以说这波就没有着急去拉这个人口 还可以吃一会儿的利息 可以看到这波野化也是非常的长 只掉了三个金币 连胜流和连败流两把案例都是装备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我前期开局抢了一个锁子甲 然后第一波选戏又拿到了攻速 所以说跟那波开局的抢锁子甲是有很大关系 如果没有锁子甲 我的这个质量的话 是很难打到这个连胜的和这个经济 因此只要你能合绿叉冰权 那就直接合出来 可以看到这一家是一家同行 那么这把就应该提早的去抢收 你看我现在血量还是很安全的 但是我经济已经50块钱了 下一波它自动升一个五人口 那么我这个利息很快就能拉到六人口 而且还有50块钱 是一个翻盘的一个基础 可以看到这波在五人口就稍微低了一下 因为我刚刚那种情况是没有牌可以散的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牌可以散到 你可以用利息稍微低一下 因为这波最好是要吃到利息 所以说这个奥拉夫是肯定要走的 可以看到 这波我是讲如果没打过的话 可以给吸血鬼上一个救赎 因为这件装备的前期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因为这个绿择的吸血鬼有点太强了 所以说就没有给它散 所以说就没有给它散 这把基本上从这里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是一个海洋法的体系 因为海洋和法射都来的比较多 海洋法射都来的比较多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躲篷 躲篷的话可以优先拿一个躲篷 因为这把有同行 前期度如果和一个龙牙的话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边为什么要选按铃呢 因为海洋法这套体系是有个三召唤的 而按铃也作为一个核心牌 抢的人也比较多 所以说这波完全是因为按铃这套牌而技能 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按铃 你可以是拿一个斗篷的 可以看到这个连败流就进入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营节奏 从前期的连败转到了可以打连胜的一个节奏 你前期连败终究还是要打到一个连胜为止 连败只是前期的一个打法 最后你还是要转一个连胜流的打法 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是非常好的 血量也非常的安全 所以说可以继续养着这个经济 不着急 继续用这些利息去拉这个人口 因为有一个三法式的buff 所以说那眼确的话是可以 它是有几率放出两次技能的 配上一个法式这个 海洋法还是可以留一下那些召唤的牌 体系之内的牌都可以留 然后这个站位也是打蓝比较好的一个站位 让前排在左下角去吃它一个刺客的一个切路 继续开始正常的一个收牌 连败流打法的核心就是你前期养一个经济 然后中期转一个连胜 那没正常牌来得也别人知道 所以说这把基本上是确定了一个连败流的一个 而不是确定了一个海洋法的一个阵容 因为收到那美这张牌 所以说就可以停止收牌了 该吃利息就吃利息 目前为止阵容已经趋向于一个成型的 就这个阶段我们的站立是非常非常强的 可以看到 而这个铲子呢是可以选择要来合一个法师 因为有铲子 所以说这把就成为了一个六法的一个打法 按理这个攻速的话 比较好的选择也就只有绿叉这个选择了 让安理带绿叉去前排去吃三汗 让他能更快的放出那个大招 安理的话 他的技能是只要放出这个熊 这是熊一直可以存在到死亡的 你看七人口那波收牌 只要你收到了你的核心牌 那么你就可以停止收牌 开始养经济 因为你收到你的核心牌后 你的核心的一个羁绊 你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更重要的还是养一个经济 可以看到纳美这个技能 这张卡是非常非常强的 既有伤害的加成 也有一个长达两秒的一个控制 可以看到白嫖的一个火难 那基本上这个这个阶段呢 我们的站立已经是 应该算是这里面最强的吧 应该 有两星火难两星安理 还有一个这么顶的一个前排细球鬼 可以看到这家两星奥拉夫 但是他的这个装备不是很好 可以看到这个输出 是非常爆炸的 所以说优先拿一个眼泪 因为我们没有个铲子 所以说优先拿眼泪和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可以给到安理或者纳美 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边转值是给到纳美 因为纳美这个控制时间还是蛮重要 如果他能放出两个技能 只有两波控制 还有一个伤害技能的一个提升 因为这波纳美来的比较早 所以说巴了过后 是可以以这个纳美为核心的 我们从一个前期 稍微有点连败 然后慢慢转成了一个连升 其实前期也没有 特别明显的一个连败 完全是因为那套细节轨 带绿叉太强 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是非常 非常稳固的 好 这边又爆了一个铲子 就是因为这波 这两波野外爆的装备都还可以都比较好 爆两个铲子 所以说这把可以走一个六法 如果正常你没爆铲子的话 是只能走一个三法的 三法三召唤 四海洋 三法师 三召唤 三地一火 就是一个海洋法 一个正常的一个阵容 半轮口基本上是可以把经济给 就可以把你的钱给收光了 让你的阵容达到一个最强的状态 而由于半轮口的这波收牌 火南安理都到了两下 那么我是可以追这个火南和安理的 只要火南和安理有一个到了三星 那这把基本上是稳基的一个局 可以看到又来一张火南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是不可能再去存到生九的一个经济的 烂美停一张 火南停两张 对吧 这种情况下的话 可以用那些生九的钱来收这些牌 这边Niko直接给了这个烂美 原本是想收一个烂美出来 然后这个Niko随便来和火南或者安理 可以看到两星烂美的一个伤害 是非常恐怖的 这边这个远速的一个刷新位置 就对我们这个阵容也是比较适合的 但是如果遇到的刺客比较多的话 是不一定非要让这些 吸位站在这个位置的 还是要考虑一个吸位数据 因为这把没有那种很糊的一个刺客 所以说 我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这边我们是拿到的装备 所以说 又先选这个地狱火 地狱火的话 给这个烂美 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就进一步加强 他的一个伤害 因为烂美技能都是AOE 这边没有上一个三召唤 因为本来是想上一个卷目的 但是一直没收到卷目 抽一个三召唤 没有的话 那只能上火南 安理这两张比较强的卡 也可以吃到一个buff 可以看到这一家也是非常非常的活 三星上阳 三星千诀 三星马尔扎 三星维路斯 后期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跟这家去站了 可以看到这家通行 这家通行 虽然是三星吸血鬼 还可以 但是他其他的一些怪 其他的一些怪 在质量上却不如我 他光耗这个吸血鬼是不足以撑住 他这个场面的 后期输出的话 还是得四费牌或者五费牌 来那些 来担当 来一只案例 基本上现在就是收一个火南或者案例 只要乱合一张三星 那么这把我们就逼次积累给绝 然后这个场子我是一直在等的 等能撑到下一波选秀 哪一个眼泪的话 那么就有一个六法的 一个属性加成 没有六法的话 我们是大概率打不过这一家的 可以看到这家千诀 有了装备的时候 它是非常猛的 可以看到三星千诀 就那没打了一万一的数数 还是没打过 好 这边安妮三星 这边安妮三星后 我只要撑到这波选秀 然后哪一个眼泪给这个安妮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上一个六法 我这个质量加上 这个六法羁绊 基本上就是一个锁定吃鸡月 这边没有六法 可以看到一栏是没有打过他的 因为有六法的话 安妮是可以百分百放出两只熊的 一只熊 三星的话 三下就是一千 两只熊直接两千 基本上就是毁天灭地 按理则开阻挡 它直接凉凉 开阻挡 高學眼淚 高學眼淚 可以看到 法師 然後畫下來 可以看到有六法的之後 按理這兩隻熊 基本上就直接看到嗎 毀天滅地 因為我有個六法 現在加一個三星按理 它基本上是不可能打得過我的 可以看到我這個按理這個熊 可以看到這波按理 看到兩隻熊 加這個火藍 可以看到這個按理 現在基本上是打不過了 所以這把竟然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連半流就是你前期排來的很差 就是你前期排來的很差 然後沒有排可以上 你前三波可以先不用著急升人口 前三波打完小兵之後 你可以不用著急升人口 你可以等到第一波選秀完 然後根據來的排 你再決定 要不要上五人口 上五人口的話 你就是 確定一個連勝流 大概一個打法 如果你不上五人口 那麼你就是一個連半流的打法 前期就是養經濟 越早養到五十塊錢 越好 養到五十塊錢之後 你可以用利息去升人口 或者稍微提一下你產商的一個質量 然後再慢慢的轉為一個連勝流的一個打法 基本上就這樣一個情況 這一把 主要是一個連半流的轉連勝流的一個打法 那這把的一個案例素材呢 也會上傳到一個課程裡面 詳細的細節 大家可以自己觀看 好的 以上就是連半流的一個整體節奏 大家只要根據2-5那一波來的排 如果你有排可以上 那麼你就可以打一個連勝流 上五人口 如果沒有排的話 那麼你就不著急去升五人口 先養一下經濟 然後等中期六人口那波 再轉一個連勝流的打法 因為你有經濟的話 你會比別人 有更多的錢來收排 這樣子的話 能讓你更好的過渡到一個連勝流 接下來呢 會有一個整局的素材 大家可以仔細的觀看裡面一些細節 今天的這節課就到此為止 今天的這節課就到此為止 請問一下 有請問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 發生什麼事?